上個禮拜熱透彩主要就是說 把102年103年的機率算出來 機率的話當然是用算1號開出來的次數 除以它整年度的號碼數量 除完之後就是算出它的機率 那兩年的機率相加之後得到一個結果最後在排名 那當然如果假設我們要把它變VBA的話 不過上禮拜主要是做出這6個按鈕 其實看起來城市好像蠻複雜的 但實際上的話很多地方都雷同 包含回圈,包含邏輯判斷 包含輸出的部分 所以假如說你上禮拜的部分 假如有點不太清楚的話 回去可以再稍微看一下那個影片 一些細節部分 那這些東西的話其實真的 不是短時間可以把它都記熟啦 不過其實它有一個固定的流程 或許你就是 經常 最好我是建議啦 各位就是說可以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試著做做看 如果可以從頭到尾都做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對於 每個每個地方的細節都是了解的 尤其是VBA 那個步驟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是sub 然後尾巴一定 end the sub 然後 再來的話一定會有裡面跑個回圈 那回圈裡面做什麼事情 把公式放在某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基本上 很多地方跟上前幾週的課程內容都雷同 那只是說 之前的 應該之前只有一個欄位 一欄 有沒有 一個 等於是哪一欄 比如說B欄 那現在又多了三個欄位 CDE 那再來當然底下有格式化跟排名 格式化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把那個號碼幫我格式化出來 甚至把那個前七名的號碼也可以做出來的話 那這個單我把程式放在上面 裡面的理論上就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條件發生做底下的事 比如說如果 假如說他的號碼是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把他的那個 就是 他的排名 這個應該是 依然應該是排名 小於等於7的 然後把他的顏色塗成黃色 那底下這個地方是清除 OK 清除的話 其實之前有同學常遇到問題是 為什麼清只有清部分 其他名清 那你其實可以把這兩行槓掉 為什麼 因為這兩行如果加上去 他只會清除 小於等於7的 可是之前可能有同學 在設計的時候可能不小心 把全部的這個都填顏色了 那如果你要全部這個範圍的資料都清掉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把邏輯 這個邏輯有點像是篩選 篩選什麼條件呢 篩選 他這個儲存格裡面是小於等於7的 才會做這一件底下的事情 那所以 如果你把他槓掉 發現 之前好幾個同學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 顏色清不掉 那把這兩行槓掉 其實就可以了 那最後是排名 那今天的話 因為 這個我們 上個禮拜的那個樂透彩 只有兩年 感覺資料好像不夠 完整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把這個資料換一下 那因為樂透彩 其實就是 大樂透的前身吧 OK 那個規則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大樂透 各位應該知道 那個大樂透 它的 開獎號碼 跟樂透彩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的號碼是變成1到49號 舊的樂透彩呢 1到42號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這個上個禮拜的練習把它延伸 我希望 看看能不能延伸 把它變成這個大樂透的所有資料 那所有資料呢 網路上是不是能夠查得到 後來我發現 我Google查了一下 查了什麼 查了那個大樂透歷史 我發現 這個關鍵字居然可以找得到 你們 找這個大樂透歷史 有沒有 歷史號碼 等等的 你會發現 其實網路上搜尋都會蠻多東西 你意料不到的 好像什麼都有 感覺好像 理論上你想找的 就怕你不想找而已啦 你想找 好多什麼都有 所以以前人可能要背很多東西啦 我覺得現在其實根本不太需要 特別去背 當然要記一點重要的東西是必要的 但是很多地方其實是 你要懂得去怎麼找到你想要找的資料 其實網路上都有提供 比如包含就是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有沒有 我就搜尋了一下 我發現這邊其實都有 像這邊有一個什麼 樂透研究院 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 各期的 台灣彩券其實也有 另外還有什麼樂透雲 那後來我發現 第三個這個 好像他的 這個 結構 我們如果要把它抓下來 好像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但是其實也是有點麻煩 怎麼說 把它點 點下去各位知道 第三個 其實這個連結 我又把它放在我們雲端白板裡面 的第四個單元 這邊有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然後呢 我其實 就是搜尋了一下 我發現這個樂透雲 就這個連結 它其實有符合我們要的 它是日期 哪個日期 這個是 禮拜二 對喔 你會看這個禮拜二禮拜五 禮拜二禮拜五 所以他開箱的 規則好像是每個禮拜開兩次吧 OK然後號碼就是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所以 他這個網站已經幫我們搜尋了蠻齊全的 所以最近一期 就是這些號碼 他從小到大 然後一個特別號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有點像 之前的那個樂透財 我想知道歷年來的 到底大樂透哪個號碼開出來的 次數是最 機率是最高的 那其實也是次數最多啦 OK 其他道理 那次數多 是不是代表說未來會比較容易開出來 也不見得啦 當然 相對我只是 做一個 統計分析嘛 相對就是 知道說 禍籃率比較高的話 那當然 就是 機會會比較多一點 就像你們做選擇的時候 你總是要 去思考說到底哪一個對你比較有利嘛 所以你買東西一定會 很多人會講究什麼的CP值嘛 對不對 你花的費用跟你獲得的 是不是能夠 能夠 成正比 甚至更高 那如果更高你會覺得這個CP值很高啦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為什麼需要做 學這些 這些技術 其實主要就是幫助你做判斷嘛 當然你亂槍打鳥也可以啦 不過有時候亂槍打鳥好像就比較容易踩雷啊 常常說我又踩雷了 為什麼你沒做功課嘛 你沒做功課當然比較容易踩雷 但是如果你不想踩雷的話 那怎麼辦 你就是做一點功課嘛 相對的你也比較 不容易 選擇錯誤 或選擇到你 你可能不適合你的 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 某一項 東西啦 但是你要怎麼知道這個東西適不適合你 那還是我覺得還是要做功課 所以常常有人說我適合買什麼東西 那當然 很多時候其實我覺得 可能適合我 但不見得適合你啦 OK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要做一些分析 那分析的方法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樂透雲裡面 它的結構大概是長這樣 就是每一期 禮拜二禮拜五 禮拜二禮拜五 然後它開到11月10月 底下的話9月也有了 8月也有了 可是到這個8月19 這後面就沒有了 來個廣告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網站為什麼免費提供給你 因為它有廣告 它可以藉由 廣告還可以加減 獲利一點 就是有點像 免費裡面的話 它還是有一些回報的 就像YouTube也是一樣 所以中間的仲介有點像Google Google就是當 中間的那個廣告 廣告的仲介商 假設你是創作者 那你可以提供你的創作 然後你可以跟他合作 然後只要有願意刊登的 業主 然後呢刊登 然後他們在用 一個 演算法 至於 怎麼去分 其實說真的也搞不清楚 反正它就有一個 叫廣告分論的一個制度 反正它就會 給你一些 你就是 一些廣告的那個 獲利 好 那再來的話 你會發現有個問題 它其實 剛剛顯示應該是1 有沒有 底下不是有1 那這個1的話指的是什麼 其實就這個是第1頁 那如果你要第2頁的資料 你可能要再按下2 所以下一頁 或者是按下一頁也可以 第1 有沒有 下一頁我看 按下 下一頁 那你會發現下一頁之後的話 有出來了 8月19 然後再8月16 有有有 然後再來7月 6月 5月 然後一樣可以在下一頁 或者是說你可以按第3頁也是一樣 上一頁下一頁 所以它其實提供給我們換頁的一個機制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網址 網址裡面 它有個關鍵的一個 叫什麼 參數 那其中的話呢 它第1頁的話應該 其實如果推理的話 indage page應該等於1 那如果第2頁的話就indage page等於2 那如果第3頁的話如果按下3 你可以看到 這邊跳 indage page等於3 那所以 其實我們會有個問題 我已經知道說 這個頁面的資料是我要的 但是它其實是把它切割成68頁 有沒有 所以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68頁的資料 全部 通通 放到 Excel裡面 做 統計分析 那當然 這個地方就是 會是比較麻煩的 當然你說老師 很簡單嘛 我就是直接我第1頁 然後呢我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之後怎麼樣 然後貼到Excel 複製 然後再貼到Excel 然後呢第2頁呢第2一樣 先再點第2頁 然後再複製貼到第2頁 那以此類推 可是問題 你總共要複製貼上68次 那如果資料又更新的話呢 可能你又要再複製貼上 其實不是永遠都沒有 變成說你要花很多力氣 在複製貼上的動作 可是喔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件事情 我們有什麼方式 可以不需要做那麼大量的複製貼上的動作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想到 如何利用Excel裡面 的一個 這個算是 現在蠻流行 要爬蟲的功能 然後把這個資料爬下來 並且喔 可以 把它直接放到Excel OK那這要怎麼做啦 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這個大樂透歷史這個部分 然後 稍微了解它的結構啦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要做 爬取的動作 那首先當然喔 這個是沒有範例檔 所以你直接先開一個空白的 空白的活躍布 OK然後呢 一樣喔 先把那個我們的 VBA直接打開來 直接開發人員 按確定 那這裡的話呢 因為其實要寫一個爬蟲 是有點難度的 所以我們 把它動作稍微簡化 待會的話呢 我會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那個範本是 我們透過錄製聚集 已經產生好的一段程式 那我只需要怎麼樣 把它拿來 做修改就可以了 那因為這邊有錄製聚集啦 那只是說因為這個動作太繁瑣了 所以我已經先做了 那我們待會只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 把這個什麼 樂透採下載 我看看這把一些東西刪掉好了 這個先刪掉 它其實只要做一個 一個地方的修改 大概 兩個地方的修改就可以 那你們把這一段程式碼 Ctrl C 然後呢 直接貼到 Excel VBA裡面的模組 所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把這個 程式碼 貼到這個模組裡面 那如果我要下載 剛剛的 樂透雲裡面的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只需要做兩件事情的 部分就OK了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第一個的話 就是給它這個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 字太小了 把它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把它放大一下 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那個 URL 其實URL白話意思是網址 網址它這邊後面有個分號 請你在分號後面呢 把樂透雲的第一頁 第一頁怎麼產生 你就點那個第一頁好了 第一頁就這裡 點下去 那上面會產生一個網址 你就把這個網址複製下來 複製完之後 請你把它貼 跟它講說 喔 網址就這個啦 所以分號後面貼上 剛剛的第一頁 OK 第一個 第一個動作 那它就會幫我去 下載了這個 這個資料 那第二個的話呢 它有一個叫做WebTable的參數 WebTable 顧名思義嘛 Web指的是網 其實這裡應該是網站啦 不過我覺得這應該是叫做 網頁的意思啦 那Tables的話呢 就是複數 Tables就是 表格 意思是說 你要抓這個網頁裡面 第幾個表格啊 那基本上我們算完之後啦 理論上呢 這個表格 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五個 OK 為什麼知道第五個 其實有個方法 Ctrl F 先按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那後面的話呢 可能需要知道一些東西啦 因為一個網頁後面 其實是透過那個 所謂的HTML 的一個 算是標籤語言 所構成的 那其中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那個 什麼標格的標籤 那至於怎麼知道第五個啦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然後 我們就先填五好了 待會再跟各位講 為什麼是第五個 然後 再來呢 你就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執行這一段呢 他就會去那個網頁 幫你把資料下載下來 放在A1 然後呢 第五個網頁 第五個Tables 把它抓下來 執行一下 如果你執行完之後 假如可以看到 這個 他第一頁裡面的資料 包含哪些 這個 11月29的號碼 跟特別號 有沒有 那表示應該是成功了 只是說後面 還有些地方 不OK的 Ctrl向下 他只會抓到 8月19號 那 其他怎麼辦 所以他只會抓第一頁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想要抓 1到68月全部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那你想應該可以 可以猜得出來 因為這邊 indage page不是等於1嗎 那如果我要 把它變成 1到68的話 那前面不是寫過類似的程式 寫一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1到68 然後呢 把那個i放在這個1的位置 他就會全部下載 OK 但是 會有另外衍生的問題 就是你第一頁是放在A1 這樣 可是你第二頁你不能也放A1 不然他會把它覆蓋 要不然就把它擠到旁邊去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第二頁請你放在A A的多少 A的應該 91加1 應該放92的位置 可是 怎麼樣 可以達到 這邊兩個 這個變數 跟這個變 所以有兩個地方需要改變 如果第二頁應該放在這裡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今天的目標 其實就是說 假如剛好有個需求 這個需求就是說剛好 有一個長輩好了 他每天都 他每一段時間就會 買彩券 但是他不想要亂槍打鳥 他想要做有一點點科學的 分析的話 他就可能想要說 拜託你一下 你不是在學校有學Sale嗎 你可不可以幫我把那個 這個 網路資料呢 全部都幫我下載 幫我找一下 後來你找到了 你要如何把 歷年來的大樂透號碼都抓下來 然後統計出來 告訴他 他想知道什麼 到底哪些號碼 哪幾個號碼 是 歷年來最多的 OK 那當然後續呢 如果他做其他分析 比如說在 禮拜 禮拜一 不 他禮拜二禮拜五 禮拜二禮拜五 到底哪一 是禮拜二開出的 哪些號碼多 我們還可以下條件 不同的條件下呢 也可以 做不同的排名 那可以做什麼 做一個 類似 我們假設要做一個 彩券的 這個投注的時候 那我可以有系統的分析 其實在什麼情況下 哪些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是最高的 那可以做一些分析 那後續呢 也許 各位可以試試看 先把那個 我剛剛第一件事就是 先到雲端上面找到那個 第四個單元的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然後呢 我這邊有一個 算是sample sample的程式 位置的話會是在第四頁的地方 叫範例程式 你把這一段複製貼上 增加兩個東西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這個網頁裡面第幾個table 好